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可以在蔡英文来开中场会之前呢 希望蔡英文可以出来面对回应我们的诉求 我们青年团体反对去删除七天假的行动 已经经过了非常多次的行动 昨天也到了柯建民的办公室 希望柯建民可以出来跟我们辩论 但想不到民主金木党宣称一个最会沟通的政党 他们却使用手段 却是用优势的警力暴力的把我们排除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希望蔡英文可以实质的回应我们 反对拒砍七天假的诉求 希望不要再打模糊仗了 我们要问蔡英文为什么在1月4号的时候 说要回复七天国定假日 但是呢 在上任之后就马上急转弯 在一个月前的政策协调会议上 他呢 就一声令下 说年底要修法 结果我们就清楚的看到 不管是行政部门还是立法部门 所有罪丑态 所有的奥勃 全部都出现 不管是花一分钟 或者是呢 迅速的确认 就完全的不顾一四路的合法程序 就轻易的就轻易的 让七天假很有可能 在11月初的时候 就通过二三读 所以我们呢 就是非常清楚的在这边 就是要等到蔡英文总统 他什么时候要出来回应我们青年的质疑 而昨天呢 补充一下 昨天郭芳玉呢 记之前跳战士的回应 他终于 他终于出来回应了 他说了什么呢 我们跟大家报告 他说 虽然 开了七天假 部分公司工作者 好像会少掉 国定假日双倍薪资 但是 如果 一个打工族 打工七 打工六天 他就可以 透过领休息日的 出勤的加班费 而这样子可以 比国定假日还有游我 但是呢 我要问郭芳玉部长 现实生活中 到底有哪些打工族 是打工六天的啦 现实生活中 如果打工了六天 基本上呢 通常都是雇主 规避 劳金法 规避劳金法 非典雇用 所以呢 这更显示了 行政部门 更显示了民进党 根本 根本从来 从来就没有 要正视 从来没有理解过 青年劳动者的处境 青年打工族 和我们许多 在电子业工作的 学长姐 她的情况就是 早就在放周休二日了 砍这七天假 就是实质的损害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边 就是要蔡英文 来跟我们说清楚 讲明白 大家说对不对 对 蔡英文总统 她没有要上来 跟我们见面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就下去找她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大家我们先让我们前走 新年有楼权 新年有楼权 绿凯其连家 新年有楼权 人民的朋友 别往后 别往后 注意安全 新年有楼权 绿凯其连家 新年有楼权 别往后 全部 新年有楼权 新年有楼权 绿凯其连家 新年有楼权 换我新年有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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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家总统 出来面对 出来面对 换家总统 出来面对 出来面对 美女朋友们到旁边去 请退后 妈咱们拜托 各位美女朋友 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是警察阻挡我们去找蔡英文 是警察阻挡我们去找蔡英文 我们现在回到原本 我们现在就 我们今天来 我们今天来 我今天来 寻求只有一个 各位美女朋友 今天来寻求只有一个 请 蔡总统出来回应说明 为什么她选前 说要来改善今年的劳动处境 选前说这七天价不会砍 选后劝自己一声吟下 所以把自己这样砍掉 我们今天来到这边 就是要蔡英文总统 来说明 为什么她这样子 亲自的立场 大家说对不对 对 砍家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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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面对 出来面对 砍家总统 砍家总统 出来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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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 蔡英文总统 今天不来回应我们诉求 我们青年劳动者 忍无可忍 一定会在这边等到她来 大家对不对 对 砍家总统 砍家总统 出来面对 出来面对